鬼鬼燕亚伦者对CP90后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合作霹雳MIT而被传出绯闻 但是两人都否认了这段恋情 不过两人之间有一个十年之约的约定 而最近十年之约将领 男未婚女未假 闫亚伦与鬼鬼绯闻恋情合时却认为真恋情被受粉丝们期待 两人经常发合照秀感情 彼此的生日聚会也都是合体现身 不少粉丝认为他们一定在一起了 一直以来两人关系十分暧昧 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恋情 闫亚伦对鬼鬼的逆宠和一往情深观众们看在眼 闫亚伦对鬼鬼的十分逆宠 曾经为了鬼鬼还特意把从未摘下的很宝贝的耳精取了下来 闫亚伦还在偶像万万岁里认真的表示 如果十年之后鬼鬼还没有嫁人 那我就娶他 他问鬼鬼是不是还想去希腊结婚 希腊是他们拍MIT的时候 鬼鬼说他想去结婚的地方 后来闫亚伦在某次公开场合 说他要赶钱去希腊结婚 结果鬼鬼说想去北欧 他表现还蛮惊讶的 是贫曝光 鬼鬼和闫亚伦的恋情被津津乐道 王雷与罗嘉勇老师更是非常看好这对 也算默认了两人 八年后首次同台参加明星大侦探 李延亚伦十分温柔地给鬼鬼戴上桌子 两人之间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爱意 更是由两人同床牵手的画面 r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